大家好,我是岳路平,欢迎大家来到Steam Again 流人返校日第一季的1.67 我们今天同时来串烧三部电影,花木兰,信条和八百 串烧,但是还是有一个主题的,就是精分,精神分裂 精分电影哪家强 大家都知道这三部电影其实都是非常精神分裂的 从海报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得出 花木兰的海报就是刘亦菲的阴阳脸 阴阳脸嘛,对吧,就是这个 这个一边是男孩子,从军的木兰,假扮男生 一边是她本来的面目,就是女生 那么这个信条,天能 这个海报也是,海报是这个华盛顿 男主华盛顿 他的,当他进入顺行时间的时候 是一半 当他进入逆流的时间的时候 戴着口罩的另外一半 八百,八百他也超级精分,八百是真正的精分 但他的精分并没有简单的体现在他的海报上面 他的精分实际上是体现在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就是一个八百的故事各自表述的这么一个精分 所以说这个精神分裂已经成为我们现在的文化的一个常态 好像不精分都不好意思拍电影 不精分都不好意思做一张海报了,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来对比一下这个三种精分 电影 哪家强 那么我觉得一开始 讲之前呢 我首先想要说的是 实际上 虽然说是三部电影 三种精神分裂 但是就好像诺兰的《盗梦空间》里面的三层梦境一样 事实上我们中国人 都处在这三层梦境里面 但诺兰的《盗梦空间》不只是三层梦境 它有五层 这个可能五层之外还有层 我们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我说这个每一个中国人 他其实都是处于这三种 就三层梦境呢 那么 先从内到外讲 先从最内部来讲 就是先讲我们自家的事 就是八百 八百就是一个 一个国恨家仇的一个故事 但是他讲的是两兄弟 对于这段历史的不同的评价 就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 和大陆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那么他这个对于这个 这一段历史的一个不同的评价 我们都知道1975年就有了这个 林青霞版本的八百 那么现在是管虎版本的八百 但其实在之前还有郭沫若 都主导下面的其他的版本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主要是讲的是这个 蒋介石主导下的1975年的这个版本 以及今天2020年的这么一个 管虎导演拍的这个八百这个版本 那么这个很显然是我们自身的这个华人 或者叫中国人 自家的这个这个精神分裂啊 就是我我我我我看这个油管上面 还有一些这个YouTuber还经常拿两岸的 这个教科书历史书语文书数学书来对比 流量也蛮大的 对这个这个是毫无疑问 是我们最深刻的一种精神分裂 那么第二层精神分裂就是 嗯花木兰 那么这个花木兰呢 因为它 它既是我们的一个木兰词 我们我们中国人 无论你是海峡两岸 你其实都应该知道木兰词 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 那么但是呢 它的精神分是处于就是说 它在中文圈里面 和在英文圈里面 它会产生精分 那么很显然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说的 这个花木兰 木兰的这个动画版 英文版本 那个时候 很显然 这个迪士尼跟中国的合作 还不是很紧密的 所以说它基本上是 完全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的一个部分 那么它在英文圈里面的一个表达 经过了很多年之后 在2020年的这个刘亦菲版本的这个表达当中 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一个改变和迭代 那么这个部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其实是 它的它的热点 它的焦点 它的争议点 主要就是花木兰在中文圈的这种表达与接受 和在英文圈的表达与接受 或者说它在英文圈表达之后 再返回到中文圈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来理解这种跨文化的 这么一种表达和接受 那么这个东西我想 对于中国人来说 不能说全部人 不能说全部人对这个问题敏感 但是至少上过大学的人 应该会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 因为 因为可能你在中小学的时候 你也会学英文 但是你毕竟还不会对这种跨文化的一些差异 有很大的这个敏感性 但是当你上大学了之后 你应该对于这个跨语记跨文化 特别是在中文和英文圈之间的这个切换 你就开始比较敏感了 如果你 你做过旅游 你到了英文世界去旅游 或者你干脆你去留学 甚至你是拿了绿卡 你移民了之后 那你对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敏感了 对于这个中国文化 木兰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当它跨越这个鱼种之后 跨越语记之后 跨越国境之后 那么它的产生的效应 那叫文化冲突 或者叫文化震撼 文化碰撞 那么它这种碰撞不亚于这个地缘政治 和经济贸易的这个碰撞 那这个部分我想 我就拿持护照的中国人的比例来说吧 据说现在只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有拿护照 拿了护照就意味你既然要办护照 就是要出国旅游 那么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人 会对这个第二个部分的这个精神分裂 会比较敏感 那么在第三个部分 就是诺兰的这个电影 那么这个诺兰的电影 就是代表着一种更加开放 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 就是我们从类似于800这样的 处理自家事的这个 就是它没有英文圈的问题 它只是一个华语圈内部的一个内部矛盾 那么到了这个花木兰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中文圈和英文圈的一个文化碰撞 那么到了天能之后呢 那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一个美国文化了 但你在今天2020年你说 它是一个全球文化 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你可能十年以前说 好莱坞就是全球化 美国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全球化就是麦当劳肯德基 这个十年前这么说是没问题的 但今天这么说就就很奇怪了 因为今天川普是反全球化的 川普是美国优先 American first 然后反而是中国现在 这这这这近几年很多舆论就认为 中国可能扛起了一个新版本的全球化的一个 一个大企也有人把它分析成为叫 叫叫 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版本和中国主导的全球化版本 这个两种全球化版本 对吧 那么 那这个部分我 我觉得他思考就喜欢诺兰的电影的人 就在拿护照的人里面可能 再十分之一 会对这个事就非常敏感了 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 我们怎么来欣赏诺兰 深入到电影 这个工业 电影这门艺术的这个无人区 我们我们都知道诺兰 作为一个伟大的导演 那么他最让他嗨的 当然就是说拍出前人没有拍出的电影 在电影院里面给你呈现出 之前的导演无法呈现的视觉奇观 或者精神奇观 这个审美奇观 对吧 那这个部分就是超级烧脑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 但是我我认为 任何一个中国人 他其实都有着三层梦境 只不过说有些比重大 有些比重小 好 那么基本上我认为 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 的确是超级复杂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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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要 你要精分 也是要经过训练的 对吧 没那么容易的 以前那个本雅明 就欧洲的思想家 本雅明 说过一句话 就是你在今天的城市里面 你想要迷路 你想要像你在大自然里面 一个森林里面 那样的去迷路 是很困难的 你要在今天的城市里面去迷失方向 是要经过训练的 大家 大家听懂没有 意思就是说 城市它是井井有条的 城市是一个理性的产物 城市的道路 你在长安城和这个在日本的京都 那是四平八稳 这个纵横 非常的清晰的 这么一个 几乎是田字型的 这么一种布局里面 你肯定不会迷路啊 但就算你在洛杉矶 就算你在纽约 或者你就算你在 这个很复杂的这种 这种城市 看起来 区区 区里拐弯呢 比如上海 也是属于区里拐弯呢 你有地图 再加上今天 如果你是 在城市里面 像现在我们把任路的这个 任务都交给了滴滴司机了 我们即使是司机 我们也把任路的这个 功能交给了智琳姐姐 小月月了 她会为我们做语音导航 所以你在城市里面 是不太容易迷路的 迷路成了一种迷失迷路 意味着这个 新的可能性 但这个是一个 关于现代性的一个讨论 比较深了 我就抽出来 抽出来 通俗一点 意思就是说 你在城市里面 都是在既定的轨道当中 去紧紧有条的运行 以至于你会觉得生活 虽然说很舒适 很富足 很安逸 但是你会觉得生活 总是没有激情 因为迷路 反而会是比较迷人的 这就会有这样 这个比如说像 爱丽丝梦游先进的兔子洞 然后会有 克斯鲁的这种 邪神 会有哈利波特的 这个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对吧 会有这个 梦枕模的阴阳师 会有我们的 聊斋志异的 这个阴阳世界的切换 对 有诺兰的这个 这个五维空间的这么一个 一个这种 摩斯马的这种 这种沟通 所以说 嗯 在现代 社会当中 大家觉得迷失 然后 逃脱 短暂的去 去放 放飞自我 其实是一种奢侈品 所以 本亚明说 你要想 迷路 是要经过训练 就是 迷失 迷路 精分 异度空间 这个跳跃 这个也是分 也是分高下的 我们 我们以前这个学画画 会说这个画有三品 对吧 有能品 异品 神品 能品就是说你的 你的基本功不错 画一个人画的像 这个叫能品 只能表现出你的 技法不错 但是你的精神性 不够强 那么第二个部分 就是飘逸的意 那么你的精神性 就比较强了 那么第三个 就是天人合一 就是 像乔丹扣篮一样 完全已经是 忘我的一个状态 就好像上帝在 在 他在 他在行使着 上帝之手去扣篮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扣篮 他已经成了一种下意识 那叫神品 艺术和书法里面 也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三种境界 那么 同样精神分裂 要经过训练 就这个意思 因为既然要谈到定义 你不是一个简单的 离家出走 你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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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出家 或者什么的 精神分裂 或者是 分居 或者是离婚 离异 对吧 或者吵架 不是那种 简单的 这么一个精分 那种 那种精分 它没有审美性 但是既然我们谈到电影 那它就会有审美性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 我们还是从内向外说 那么先来说说800 那么800 你看 它的这个精分 它实际上是非常严肃的精分 它是 非常非常严肃的 就是严肃的任何一个细节 比如说我们知道在800里面 最大的突破就是允许青天白日起 就中华民国的这个旗帜 在那个四行仓库的楼顶上面去升起来 虽然说模模糊糊的 很小 但毕竟它出现了 那这个实际上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那么这个没有 这个我们的审查部门 监管部门 去批准的话 当然是不可能出现 对吧 那么这 而且大家会注意到 这个 片尾的时候 其实片头和片尾都会有非常重要的定性 而且那个定性是毫不模糊的 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 在这个抗日战争当中所担任的角色 那个是不能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错 所以当你去看这个台湾的主持人 台湾的评论人 去评价的时候 他们就会对这些超级敏感 他们对于这个片头和片尾出现的那几行字 虽然说那几行字在整个电影当中 所占据的这个播放量 那太小太小太小了 我想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他主要是去看电影 他不会对于这个东西那么的敏感 但是对于台湾的评论员来说 这个简直是触动他们的神经 对吧 这个就叫经分 就是他们会非常非常在意 这两句话 这三句话是怎么写的 对吧 包括刚才讲的这个青天白日起 是怎么生的 然后在任何一个细节里面 到底是怎么塑造 这些800勇士 其实400多吧 对吧 400多勇士 那么他们是贪生怕死吗 那么管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就是他允许有贪生怕死的这么一种表达 那么这个贪生怕死的这种表达 是非常人性化的 他 同时超越了1975年的 蒋介石主导的那个中华民国版本的800 也超越了我们传统以来的 这个抗日神剧 或者之前的那种样板戏 那么就证明现在的 这个艺术跟政治之间 就是越来越尊重 人性和艺术本来的这个规律 那毫无疑问 这个800这部电影 它是有突破的 所以说这个就叫精神分裂 这你看啊 这个精神分裂 它有很多层次 它的层次就是说 在之前的那种抗日神剧 或者样板戏的那个时代 的那种精神 和今天中国的文化 越来越自信 两岸的情势 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的情况下面的 这么一种跨时代的一种 迭代式的一个精分 这个本身就会很引起争议 因为你让当年的国民党老兵 那些黄浦军校毕业的那些老兵来看 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看法 但是你作为今天的一个00后或者10后出生的小朋友 10岁 15岁20岁 他们就看这个电影 这个极大的就塑造了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 对于两岸的这个关系的看法 对于中国和日本的这个关系的看法 那么那么他们的 因为他们并没有这个老版本的这个干扰 所以说他们并没有这个之前的这个审美负担 所以他们会抱着一种 呃 他就认为当时的战争可能基本上就就就就就这样吧 对吧 但是 这个这个这个是一种一种 代际精分啊 那么当然还会有一种精分 就是历史和艺术之间 因为你要敢碰历史题材 这不容易的 我们知道诺兰也也也也拍敦克尔克 对吧 前段时间还有一个1917 那么管虎的这个800 它其实都是战争题材 因为战争题材就会涉及到 非常严肃的 就是当然说我们知道后现代史学里面说 任何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就福科 法国的思想家也说历史也是有透视法的 什么叫透视法 就是说我们的透视法是达芬奇 那个时候的视觉透视法 就你人的眼睛视觉 他看东西 他就会发生一种错觉 就是近大远小 就像一张桌子 前面的边 你总会觉得远处的 同样宽度的这个边 你就会觉得前面 离你的眼睛越近的这个边越长 离你越远的边越短 这个叫透视法 然后你如果把这个错觉的这两条线 边长延长过去 它会有个灭点 这叫透视法 那么福科说历史也有透视法 就是说我们也是近大远小的 就是越是离我们越近的这个事件 我们越不能说 因为他有情绪化 他有争议 因为他当时还活在世上 你离得越远 那么他越没有争议 越安全 那么可能相对会越客观 那么这个八百这个故事 已经发生了这么多年了 那么我们再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 相对 至少要比1975年的那个时候 要更客观 相对啊 相对客观 虽然说这些将领 以及他们的后代 有些人还在世 但是毕竟 整个这个时间的跨度 已经长到了 我已经已经拉长到了 我们可以去拍出一部 争议性相对小的一部 八百 对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这个 类似于像八百这种电影拍出来 它实际上已经 已经 不简简单单是一部电影了 它牵动的东西非常多 那么有一种导演 它是不喜欢去触及这个历史题材 或者是政治题材 那么他们就会去拍古装 就会去拍爱情剧 拍偶像剧 仅仅是去娱乐大家 或者说 他仅仅要在艺术自身的这个逻辑当中 去追求他的成就 那么有一种导演 他会认为 艺术家有一个使命 就是他的这种 时代使命 历史使命 他认为文以载道 所以他要触及这些题材 那么你要碰这些题材 它其实也是一种蛮刺激的一个体验 无论是对于导演来说 还是对于观众来说 还是对于文化部门来说 它都是一种挑战 它是不断的迭代突破的一个过程 像很多年以前 我们都知道 我们看过一部叫 《走向共和》的电视连续剧 现在就已经下架了 对吧 因为《走向共和》 它的野心更大了 但是它不是电影 它是一个 像电影 像《开国大典》 《建党伟业》 那这个是在中国大陆上映 那是毫无争议的 没有任何一个画面 是能有问题的 但是走向共和 那问题大了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800 只是触及到一个 两岸都认可的这么一个 400多勇士的这么一个 戏剧性的一个战场 对吧 在租界 四行仓库 对面就是租界 全世界的这个媒体 驻上海的记者站的人 都在现场 报道现场直播 直播说 那个时候的直播 不是现在的这种 这种谷歌直播 油管直播 B站直播 抖音直播 但是那个时代的那种直播 是超级震撼 相当于是一个戏台 那么这几乎就是两 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承认的 他们都是英雄 这个都 这个 这个都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 但是走向共和 你知道他穿越了几代 他从李鸿章 张志栋 从曾国藩开始 从孙中山 康有为 梁启超 一直穿越到 袁世凯 这个后面的这个 就是 对 就是说他几乎就是 从清政府 一直到这个民国 然后清政府内部 又有保皇派和革命党 对吧 那么这个 这里面的这个 很多很多的争议 他都敢 他都敢去面对 这就是为什么被下架的原因 比如说你今天去 你今天去天津 因为天津就是袁世凯的 经济 这个特区嘛 就他那个时候的洋务运动 他的所谓的 改革开放 如果我们可以 用今天的话来说的话 但那个时候 他不叫改革开放 那个时候的自主权要弱得很多啊 就我们如果这么说的话 其实天津 他也算是 不恰当的比喻 他也是当年的一种深圳的作用 至少作为一个窗口的作用 但你今天你要去天津 天津也有梁启超的这个 这个故居 对吧 那么我们的总书记 好像是在前年吧 也专门去参观了梁启超的这个故居 但是很显然很显然 他的流量是非常非常小的呀 为什么流量小 因为他引起争议呀 而且大家知道那个 袁世凯的那么一个博物馆 那完全就是一个很low的 一个地位 梁启超 相对争议没那么大 梁启超的这个博物馆 还是比较像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我说的这个经分 这个经分 我想对于 中国人来说 我们的命运 就是被置入到了一种 这种撕裂当中 照常我们有 我们的故宫 其实是有两个故宫的 有 有原版的这个 紫禁城的故宫 台北它也有一个故宫 中国有清华 那个台台湾也有清华 对吧 所以说它 它有很多经分 中国有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一个版本 那么中华民国 又有一个版本 而且中华民国的 这个版本的历史 现在在台湾又被追打 大家都知道 这个蒋介石的很多铜像 在这个台湾 是被大卸八块 拿去融化了 融化掉 根本就不允许 就有点像那个 黑命贵运动 在美国就是去 去砸雕像 昨天那个川普的演讲里面 就谈到了 就川普 他是认为 你们不能去 因为黑人命贵 你们去砸那些 美国的国父 他们的这个雕像 仅仅因为那些国父 曾经家里面拥有奴隶 拥有黑人奴隶 你们就去砸这个雕像 川普说 你们可以砸 但是代价是要做十年老 你看 这个美国他有他的精分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国民党 在台湾 他想拥有这个教科书的 这么一个定义权的能力 都已经没有了 已经非常非常惨了 就是说他 中华民国的这么一段 一段历史 基本上都要靠管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拍出的八百来供养 你说你国民党 你还能像当年1975年那样 去拍出一部 林青霞主演的这个八百吗 那个时候的背景 是因为文化大革命 到后期 那么这个 蒋介石和胡适 他们趁机就推出了一个 叫中华文艺复兴 中华文艺复兴 叫兴 叫什么呢 这叫中华文艺复兴 蒋介石也是爱搞运动的 他以前 1930年搞过新生活运动 对吧 所以说不只是 中国大陆爱搞运动 文化大革命 什么的 蒋介石也是爱搞运动 因为他们都是同根生的 都是两兄弟 对吧 好 这个 八百这个部分呢 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神分裂 就是当我们去拿着港澳通行证 去到香港 去到澳门 当我们拿着入台证 去到台湾 省 的时候 我们就会非常非常敏感 这种精神分裂 但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有护照 那么有多少人有入台证 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在今天 我们要去台湾 越来越难了 就绝对不仅仅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因为他现在 国民党已经不掌权了 对吧 所以两岸的交流 也是变得越来越弱 而且现在 大家都知道花木兰 这部电影 它所产生的精分 绝对不仅仅是在戏内的精分 我们现在开始切换到花木兰了 它实际上主要就是 香港 台湾 海外 华人 对于这个花木兰的态度 甚至有一些 这个好事者 还用很多很多的政治理由 来抵制这部电影 那么就等于说 他把花木兰 刘亦菲 迪斯尼 把他们这么一个电影作品 一个艺术圈的内部问题 不断地出圈 破圈到了一个 极端政治化的一个 一个环境当中 他迫使这部电影 迫使迪斯尼 迫使刘亦菲 都进入到了一个 一个政治表决 那么这种表决 非常的激烈 如果说800有争议 它其实在今天 它争议不大 因为现在 国民党在台湾的话语权 已经在下降了 而且事实上 对于广乎的这个版本 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但是花木兰为什么 是我们今天的精神分裂的一个主战场 是因为今天 整个世界都聚焦在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冲突和博弈当中 对吧 那么这个从尼克松之后的这个中美接触政策 一直到今天的传说中的一种脱钩 这个脱钩论 这两天川普又开始大势炒作了 而且他专门在 他专门拿脱钩这个词来说了 那么 所以花木兰 它的争议点更大 或者说 或者我们功利一点说 它的流量更大 越来越来越 就更容易 蹭流量 因为你这个800 你的这个流量 是一个局部流量 局域网流量 你只仅限于华文圈 华语圈 但花木兰 他他实际上 已经进入了美国司法部的部长的演讲当中 去敲打迪斯尼的这么一个语境下面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电影观众的一个争论 或者评论家的争论 评论家根本就还没有开始表态 评论家根本就靠边站 现在都是司法部部长直接上来说 迪斯尼 你们为了在中国的生意 向中国屈服 向中国政府屈服 向中国市场屈服 向中国观众屈服 所以 今年2020年 这个疫情笼罩下面的 这个中美博弈的这个 环境当中 其实迪斯尼他成为一个热搜 一个头条 一个流量 罢评的这么一个关键词的原因就在于他同时跟两个热点事件有关 第一个就是跟张一鸣有关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这个TikTok的CEO就是迪斯尼的前高管 那么张一鸣他之所以聘用这个前迪斯尼的高管来做TikTok的CEO 他其实有一种这个TikTok公司抖音公司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构想 他希望用美国人来担任职业经理人来管理 抖音在美国或者在 在英文世界或者在 华语圈之外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管理 要美国人来管理英文世界的这个TikTok的业务 所以他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张一鸣要找迪斯尼的高管 因为迪斯尼毫无疑问是一个 娱乐帝国 对吧 迪斯尼他不仅仅是他 出出品了非常多的这个 合家欢式的 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这种 电影 他有迪斯尼 这个乐园遍布全球 最重要的是迪斯尼他拥有很多的媒体 现在的迪斯尼 Plus他又是一种流媒体的几大霸主之一 所以迪斯尼他实际上 他深度的耕耘了 整个美国的精神世界 迪斯尼他也是一个从白雪公主已经 垂垂老矣的白雪公主 这个突然一转身变成了一个 乔布斯曾经是他的最大的个人股东的这个 一家公司 是因为迪斯尼收购了乔布斯的另外一家伟大的公司 叫皮克斯 那么皮克斯给这种3D的动画 给迪斯尼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他又活过来了 就迪斯尼他是一个不老松 他非常时时刻刻的在迭代自己 他深度的跟这个像乔布斯这样的一个 一个苹果公司的一种深度融合 业务的重构 然后今天又形成一种流媒体的这么一个 全新的一个版图 所以迪斯尼就 张一鸣他看中了迪斯尼的这么一个CEO 就因为他他知道TikTok 他已经成为一种流媒体时代的一个迪斯尼 一种我们叫迪斯尼画吧 就以前有一种 有一本书就是叫迪斯尼画的商业模式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今天的很多的这个超级市场 其实都迪斯尼画了 还有一些哲学家像 鲍德里亚就是说 其实真正的迪斯尼是迪斯尼之外的美国世界 这个听起来有点太拗口了 就意思就是说 迪斯尼它是这么一种逻辑 它就是让你深信 当你进入迪斯尼乐园之后 你明明知道它是假的 但是为什么你会沉浸其中 你会乐在其中 你会超级入戏 你会流连忘返 甚至你出了迪斯尼乐园之后 你反而觉得这个世界是虚假的 很有可能你就像楚门的世界里面的这个楚门一样 你会误以为这个小镇就是你的生命的全部 所以很多人会在迪斯尼里面会觉得是美梦成真 所以波德里亚这个哲学家就说 其实不仅仅是迪斯尼是这样的 会让你先在你的大脑里面构建出一种梦境 然后再把这个梦境投射到现实当中 就是不是先有真实才有美梦 才有虚构 而是先有虚构才投射到你的生命生活场景当中 以至于你的生活都已经迪斯尼化 那么今天的美国 整个美国的文化 它其实就是一种迪斯尼逻辑 迪斯尼逻辑就是一种 通过电视媒体 通过互联网媒体所构造了这么一个美国梦 美国形象 美国文化 它让全世界的人都非常的超级的入戏 认为美国长的就是好莱坞说出来的故事里面的那个美国 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 美国是用好莱坞打败了纳粹 并不是说美国 美军没有去消灭希特勒 而是说 所有人都是通过电视媒体 好莱坞 迪斯尼的方式去理解美军是怎么干掉纳粹的 因为没有多少人会去认真的去研读历史书 会去真的去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 这个战争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 更多的人实际上是通过流行文化 通过好莱坞工业 通过娱乐工业 通过梦工厂 通过迪斯尼来理解这些历史 对吧 就像这个指环王魔界的作者 托尔金就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故 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会迷恋 这种魔法世界 魔幻世界 就是因为 虽然它是假的 但是 这个虚构的世界里面 有一个内在的规则 你只要遵守这个规则 它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和完备性 你就会愿意去相信它 所以迪斯尼 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乐园 不简简单单是一个 一个 一个造梦工厂 也不简简单单是媒体 它其实塑造 这个 整个世界对于美国的想象的一种方式 那么张一鸣他 为什么我说 今年的两个重要的事 都跟迪斯尼有关 就是因为张一鸣他 其实他 之所以聘用了前迪斯尼高管 来运营这个TikTok 那就认为 就意味着张一鸣他肯定在某种程度上 认为TikTok已经成为了一种 留媒体时代的迪斯尼 只不过说 它抖音并没有主题乐园 但是 留媒体这种东西 会让你的任何的直播间 你任何的生活场景 都成为一种乐园 就是 抖音它让 包括Instagram 抖音 它会让 刚才我们说的 波德里亚说的这个 迪斯尼外的美国 更像迪斯尼 那么TikTok使这种 这种理论 更接近真实 更接近事实上运行了 这么一个逻辑 那么第二个现象 就是花木兰 对吧 这个花木兰 它这么一个金分 之所以会 会特别引起了 这个 一种表态式的 这种表决式打分 因为之所以叫表决式打分 是什么意思呢 就 因为它是号召 有很多人 它是借题发挥 去抵制 刘亦菲 抵制花木兰 抵制迪斯尼 那就意味着 他根本就没有去看这个电影 因为他抵制嘛 抵制就是不看嘛 那么不看 那就证明他 他完全是一个先入为主的 就已经 花木兰就已经不是电影了 刘亦菲也不是演员了 迪斯尼也不仅仅是一家娱乐公司了 而是因为 仅仅是因为迪斯尼 在这个电影当中 跟中国有合作 或者他被美国的司法部长 美国政府塑造成为一个 向中国靠头的这么一个形象 完全不符合 剩下的五十几天的这个 美国总统大选里面 所营造了这么一个 打中国牌 去中国化 妖魔化中国的这么一个 一个主旋律 那么这个就被他们操纵 成为一种表态 那么这种表态里面 会有很多的证据出现 比如说 花木兰这部电影 完全就不是迪斯尼的 原汁原味 因为他 有几个被抓出来的 他们的一个证据 是他们所谓的实锤 就是说第一 他跟新疆 很多的这个宣传部门 有深度的合作 那这个是迪斯尼 向中国靠头的原因 因为美国国会出台了 很多的关于新疆的法案 不是很多啊 出台了一些 关于新疆的法案 从美国的这个视野 来评论 评判 或者是 立法 基于他们 对于新疆的理解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面 作为一家美国公司 那么迪斯尼 被认为不应该跟 中国 特别不应该跟新疆合作 这就成为他们抓住的一个把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花木兰 2020版本 被塑造成为一个 忠君爱国的这么一个 一个女英雄 那么这里面又产生了 到底原版的木兰 是忠 还是孝 那么有的人说 原版的木兰 只是孝 而并没有 忠这个部分 因为他 即使 打胜了 战斗 战争 然后 可以获得高官 但是他还是回家 就因为他仅仅只是为了 代赴从军 的这么一个孝顺 的这么一个出发点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 这个 这个解读啊 那么今天呢 这个 这部片子里面传递的是一个 忠君爱国的思想 又被认为是 跟中国的祖旋律合作 对 这个 这些刚才讲的这个新疆问题 还有这个 嗯 忠君爱国问题 都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 以至于我们 认为更值得讨论的就是说 李连杰的演技 李连杰的人设 曾子丹的人设 巩俐的这个巫师 以及 刘亦菲的 这个人物塑造 没 几乎没有人去 关心这些事了 对吧 他已经被这个 标题党 就是绑架到了 刚才我们说的 那几部战车当中 所以这个就叫精神分裂 这个精神分裂超级严重 就是说 如果我们说八百 大家还非常认真的 入戏的去讨论 你怎么拍 这个场景怎么拍 国企 这个青天白日企 怎么升 对吧 贪生怕死 要不要允许 这些都已经是比较专业了 但是花木兰甚至是 不需要去看 仅凭着几张截图和台词 和一些片尾的 一些合作单位 和一些这个 被竞选词汇 竞选话语 竞选节奏 和川普带的风向 绑架的这么一个 一个简单的态度 大家就已经拒绝去电影院 拒绝看花木兰这部电影 我觉得这个对花木兰 这个电影 是非常不公平的 一种精神分裂 那么这个精神分裂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2020年的最大的病症 而且我 包括我在这里 去讨论这些话题 也是非常危险 虽然说我并没有去表态 说我站在哪一边 我只是说 现在有这样的一种 精神分裂的状态 我可以说 90%B站是不会 不会审核通过的 油管应该没有问题 对吧 微信公号 尺度要比 原来我认为B站的尺度 要比微信公号要 要好 但是现在看来不是 B站的审核非常严格 腾讯视频就更不用说了 只要有一丢丢的这个时证 其实我主要还是在谈电影 只要有一丢丢的时证 腾讯视频是绝对过不了的 那个尺度非常的严格 所以就像我这样的一种温和的去 一个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分析 我相信我今天 我觉得是很危险 我想 审核不通过的几率非常之大 对 你看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真的是高度紧张的这个精神分裂 大家想想 我刚才说的这个800 还有花木兰 特别是在华人世界里面 在香港 在台湾 在大陆 那么他们对于这些文化现象的 这种泛政治化的这个讨论 让我们觉得 作为华人 真的好紧张 就精神都是紧绷着的 我们当我们去欣赏一部电影 欣赏 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 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度精神紧张 精神分裂的情况下面 我们还是看看信条吧 看看天能 因为诺兰 他至少 虽然诺兰 很显然 他是一个 大家一定要给他贴政治标签 他当然是 好莱坞 的这个传统的左派 政治正确 有黑人 有全球场景 有少数族裔 对吧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的政治正确的这个操作 有有华盛顿做主演 这个据说是近年来这个 预算最高的黑人演员做主演的电影 但你也可以认为这是泛政治化的 就是 但但但我想我想在美国的呃 即使在今年这么一个黑命国运动下面我想这个也不是大家所主要讨论的话题就是 我相信 天能信条这部电影 他被政治化操作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 卧兰他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就是他的这么一种 独特的一种 一种风格 他的很多的特质 他对于这种 真正上面的人类的精神世界的这种精神分裂的这种 一体的迷恋和他幻化成为电影的 记忆碎片的这么一种表达 在这个不懈的追求 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的这么一种 他是他是绝对专业的艺术家 他里面也没有涉及到非常引起争议的政治化题 虽然他在里面也影射了911 这个飞机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去撞五角大楼 在在奥斯陆这个 自由港这个场景当中 他也影射了2002年的这个莫斯科的一个车程的恐怖分子 绑架了几百个无辜的歌剧院的观众 他只不过把这个场景换到了乌克兰 他有影射 但是呢 大家不会去把这个话题拿来放大 是因为大家已经被诺兰折磨的已经死去活来了 真的是精神分裂了 所以我想 近期能引起话题的花木兰 八百和信条 天能这些电影 虽然说天能和信条是最让我们精神分裂的 但是对于这个中国的观众来说 可能宁愿去受信条和天能的这个折磨 因为你想想看你在花木兰或者你在八百当中 你做任何的这个这个评论 那都是有高度有风险的 高度政治性 那诺兰这个这个 这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啊 他们宁愿去打游戏 对吧 因为因为因为游戏 他看起来是一个 一个远离政治 远离这些城市的精神分裂的另外一种精神分裂 就他主动通过精神分裂的方式来避免 现实当中的精神分裂 这是我刚才我讲的 你看那个经 就是说 魔幻世界 科幻世界里面 他都通过一种架空模式 和异度空间的这个构造 他其实就是一种 通过流行文化的一种精神分裂来逃脱这个 城市 我们用游戏的话语的主世界 我们这个主世界太痛苦了 太难受了 我们要跳到异度空间里面去 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 我们需要一个wonderland 虽然说它是虚拟的 那么这个虚拟的这个世界呢 它比迪士尼更真实 比迪士尼更愿意让我去入戏 当然 无论是迪士尼 还是异度空间 还是克苏鲁的世界 还是 科幻的近未来的2055 20722 200 什么的 2500 它让我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力在里面去烧脑 去精神分裂 我也不会愿意去参与到那一些 更粗糙的精神分裂 因为游戏里面通过这个回合制 计时制 我能吸 我能获得的那种奖励 愉悦 哪怕它像巴普洛夫一样的 去用条件反射的方式来勾引我去 买设备 买皮肤 但是我觉得 它也足够的 高级 足够的让我有审美的愉悦 我情愿 我心甘情愿 去克金 去被它收割韭菜 因为就算我明明知道被它收割韭菜 至少这种精神分裂是经过雕琢 经过打磨 经过那些游戏策划师 美术师 场景设计师 世界观设定师的一个精心 为我打造的一个一度空间 这就是我之前的视频里面讲的 叫游戏即服务 这个套用的是软件即服务这个说法 就现在的电影 现在的游戏 现在的软件 越来越走向为用户服务 让用户拥护 就这么一个 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年轻人就会陶醉在 天狼的这么一种精神分裂当中 所以我们在天能当中 它也有精分 但这种精分就比较的远离政治 比如说 你光是看这个标题 信条 天能 和TENET 这就是精神分裂 因为如果你是纯英文世界的人 你肯定不会纠结于 到底翻译成信条 还是天能 因为你翻译了 反而会阻碍了你去理解诺兰的这个文字游戏的这么一个韵律和节奏 对吧 我之前的节目里面讲过那个中国的艺术家古文达 曾经做过这么一个翻译游戏 就是他把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首先这个中文 放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 然后再把一个翻译的最好的一个英文译本 再放到作品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英文用音译的方式翻回来 放到这个作品的主体当中构成一块碑 就是碑林的碑 那么这个碑里面就会有 这个至少三个版本的诗歌 第一个部分就是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第二个部分就是英文的什么 so bright 就如此明亮的一缕光线 然后第三个版本就是 so bright so bright 再翻译成中文的音的这个汉字 so bright 对四个版本 然后再把这个so bright 翻译成我去搜捕一只癞蛤蟆 经过这个三层的这个 这个音译 意义 就翻成了一个乱码 文化乱码 这个就是信条和天能 之于这个TENET的这么一个精神分裂 因为 为什么 这个这个艺术家古文达他要做这三个翻译呢 大家想想看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翻译是 一个 翻译在外交上面 在贸易上面 在正常的交流上面没有问题 但是你在诗歌上面 曾经有人认为 诗歌是不可翻译的 有诗歌翻译的不可能性 为什么呢 因为床全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大家注意看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他 他这个东西 他首先他有一个对仗工整 字数 一致 无论是五言绝句 还是七言绝句 他是 他是工整的 就形状就是工整的 就是天能的那个 TENET反过来 萨托 主角 反过来 也是 对吧 然后呢 包括他的瓶子 包括他的韵律 床全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你看这个很有节奏 但是你翻成英文了之后 他意思翻过去 但节奏全部丢失了 那么诺兰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他 被你这么一个翻译成天能和信条 天能还有一点音 还像 TENET 但是信条就完全没有 信条就只有意思了 对吧 所以这个精神分裂 是一个 比较纯粹 我们愿意去 沉浸其中的一种精神分裂了 好 一不小心 我已经讲了59分钟 39秒了 那么我们今天 做了这么一个简单对比 希望大家精神分裂愉快 下期再见